第九頁 請你找一個空白的位置 把這個東西寫上去喔 在數學上 我們會有所謂的正確的命題 跟錯誤的命題兩類 跟錯誤的命題 來 同學看一下喔 數學的命題有兩種 一種是正確的命題 一種是錯誤的命題 當然有同學會想說 老師 什麼是命題呢 命題喔 來 我們把它空起來 什麼叫命題呢 所謂的命題就是滿足底下格式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若怎麼樣則怎麼樣 若P則Q 好 來 你也把它寫上去 若P則Q 這種比較多命題 舉一個生活文化的例子喔 如果你英文考幾個 折給你100塊 就類似這種 就你懂到意思嗎 在一個Q子裡面有若怎麼樣 折怎麼樣 這種結構東西的 我們稱為叫命題 其中這個P呢 有人知道這個P稱為叫什麼嗎 哈囉 有人知道嗎 這個P稱為叫前提 這個P稱為叫前提 然後這個Q 有人知道它是什麼嗎 這個Q稱為叫做結論 一個命題喔 它有前提也有結論喔 好 來 把它寫上去喔 我會慢慢講 因為這個牽涉到你未來長久的學習 所以我希望在高一的時候 幫同學把這個基礎幫你把它打好 如果今天這是一個數學命題 它如果是正確的 那我告訴你 你要學會去證明它 它是如果它是對的 這件事情是對的 你要會證明它 所以來 你這邊寫 如果是正確的命題 我們拿一個箭頭 你要試著去證明它 那如果這個命題 它今天是有問題的 這個命題其實它是有問題的 若怎麼樣 折怎麼樣 這句話是有問題的 那你就沒有辦法證明它 因為它有問題嘛 欸 有問題的不是要證明喔 有問題的比證明更重要 要怎麼樣 要舉例說明為什麼它是錯的 簡單來講叫做舉反例 要舉反例 我每一屆講到這邊 都會有學生問 老師 什麼是反例呢 OK 什麼是反例喔 反例很簡單 來 我解釋一下 給它一個明確的講法 反例就是滿足前提 滿足前提 而不滿足的 結論的例子 怎麼在收動啊 怎麼啦 我會舉一個簡單的東西喔 先來跟同學 先讓你留一點概念 然後我們再這次進入今天這一堂課 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來 比如說我現在舉一個 應該在做每個同學都很容易了解的例子 跟數學有關的例子 來 Example 好 若 若怎麼樣呢 若S大於3 來 則 X一定大於5 好 請問同學 如果你今天在考試的時候 那個多選題啊 或者是是非題啊 或者我們也不要講考試啊 那麼庸俗 對不對 我就問你這句話對不對 這個命題對不對 如果S比3大 那麼X一定比5大 你覺得對嗎 如果你覺得對 那你要證明看看 或者說明看看為什麼它是對了 那如果它是錯 你要舉例說明它 什麼地方可以舉出反例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現在先問同學 X是一個時處 如果它比3大 那麼它一定比5大 這是對的嗎 這當然是錯的嘛 數學裡面我跟你說 數學裡面的前提一定是對 結論有對有錯 如果前提對 結論也是對的 你要試著去證明它 那如果前提對 但是推不出這個結論 這個結論是錯的 你要舉反例 像這個就是很明顯 這是一個錯誤的命題 這個是錯的 那你說老師 反例要怎麼舉 很簡單 我現在畫一個數線 來 你把這個數線畫出來 這個是3 這個是5 S大於3 這個數線上就是這樣嘛 一個空心 然後往右對不對 對嘛 因為空心嘛 它沒有等號對不對 然後S大於5 所以就是5怎麼樣 空心然後往右 請問你什麼叫反例 反例就是滿足前提 而不滿足什麼 結論的例子啊 請問你喔 你從這個圖去想想看 滿足前提 然後沒有滿足結論 你的反例要在哪裡找 在哪裡可以找到反例 滿足前提 但是不滿足結論的 你的反例要在哪裡找 當然是在3跟5中間嘛 對不對 比如說很多同學就會想到誰 就會想到4啊 對不對 比3大 但是不會比5大的 找誰 找4就可以啊 對不對 或者你找3.5 對不對 或者找3.2 都可以嘛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件事情它是錯的 你要找例子來說明為什麼它是錯的 這個叫找反例 懂嗎 很簡單 這樣沒問題喔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黑板這裡喔 這個是我們課本第9頁的內容 你把這個如果圈起來 若A跟V是有0數 而且A加V更好等於0 把這個折圈起來 把這兩個字圈起來 請問你 若怎麼樣折怎麼樣 我現在用黃色粉筆畫底線的 這一句話叫做什麼 這叫前提啊 你懂嗎 我現在用紅色粉筆畫起來這句話 這個叫前提 你懂嗎 我現在用紅色粉筆畫起來這句話 這個叫前提 然後我現在用紅色粉筆畫起來這個 這個結論啊 這是可以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證明它喔 來講課的重點 所有人看我這邊 評下你的人 你看我這邊 真正要學會這一套東西 最重要的在哪裡 你知道嗎 拿出你的銀工筆 把有理素三個字空起來 很多同學都會忘記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對象的觀念喔 這一件事情如果是對的 它要建立在某一個環境底下 它的保護傘是誰 就是A跟B是有理素 當A跟B是有理素的時候 而且A加V更好2等於0 那麼A跟B保證都是0 它是建立在A跟B都是有理素的這個環境底下 我寫環境好不好 很多同學都特別會忽略掉這個環境的概念 就是它搞不清楚在什麼情況下 這一件事情是對的 這一件事情如果要對 A跟B一定要什麼處 一定要有理素 比如說考試啊 如果像我這種壞心的老師 你知道我會偷偷的改 然後問你對不對喔 比如說你看我這邊喔 我有時候會把有理素改成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改成什麼東西它就不對了 你猜 有理素是一個範圍對不對 我如果偷偷的把它範圍擴大 這件事情就會錯喔 比如說我把有理素的範圍擴大 把無理素納進來變成什麼數 時數對不對 如果我今天跟你說 這個A跟B都是時數 好比如說考試啊 或者就是我今天問你這個觀念 A跟B都是時數 而且A加V更好2等於0 那麼保證A跟B一定都是0 對嗎 就不對囉 如果A跟B都是時數的話 這件事情就不對 因為你馬上可以找到一個反例 來 課本舉的反例是誰 課本舉的反例是這個 他說這個時候你只要找A是誰 找A是根號2 然後這個B你就找誰 你就找-V非常好 你這個A找根號2 B找-1 根號2-根號2是0 對啊 這件事情成立啊 但是求你 A有等於0嗎 沒有 B有等於0嗎 沒有 所以今天如果我把範圍擴大 我把這個環境 從有理素的環境 變成到時數的環境 這一件事情就變成錯了 錯的你就要怎麼樣 要舉反例 這樣聽懂嗎 以後要訓練自己這種能力 如果是錯的你要會舉反例 但是我告訴你喔 如果這邊寫有理素 他是對的 那對的要證明給你看喔 好 我這一次給你看 這課本有 所以我這一次給你看 好 這個證明你不用抄 你只要T就好 我要證明A跟B都是0 我不會證喔 我們最喜歡用什麼方法證 反證法 我就假設怎麼樣 我就假設V不是0 好 那你看喔 我假設V不是0對不對 所以這個V更號2 就可以寫成多少 就可以寫成-A 那因為我現在V不是0 我可以把它擺在分母 把它除過去 所以更號2 是不是就可以寫成V分之多少 V分之-A 導演A是什麼數 A是有理數 B也是有理數 有理數除有理數 這個傢伙一定是一個什麼數 是有理數嗎 有理數對除法的運算有什麼性 所以你要封閉性啊 來請問你得到什麼 矛盾啊 導學更號2是有理數嗎 不對 這裡就產生矛盾 好 產生矛盾喔 你仔細聽喔 產生矛盾的話 那就代表你中間的推論都沒有問題 但是前後矛盾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一開始的假設怎麼樣 你一開始的假設錯了 你假設V不等於0 你得到矛盾的結果 所以你的假設錯了 V事實上應該怎麼樣 V是等於0的 好 我現在證明出來了V等於0 那V等於0 你把它帶回去 你看喔 V等於0帶回去 這一個是0 那A就等於多少 A就等於0 你看證明出來了 A跟V都是0 這課本有寫 這裡不用抄 這課本有寫 這樣懂不懂 這叫反正法 好 那你說老師 考數會考什麼 考數會考觀念 有些人會把這個範圍改掉 看你細不細心 這件事情要對 一定要在A跟V 都是游離數的環境底下才會對 你把範圍擴大或者縮小 我問你如果我把範圍縮小 我說A跟V都是整數 而且A加V更好二等於0 那A跟V都是0 如果我把游離數改整數 你覺得答案要選還是不選 要選啊 因為整數是什麼數 是游離數啊 你聽懂嗎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它那個範圍怎麼寫 這很重要 好 另外一個長頭的方式 請你翻到第10頁 來翻到後面 接下來我要講第10頁的那一頁 可以喔 來課本的第10頁 我要帶你看一個五星級的立體喔 這個題目其實蠻重要的 每一個參考書或課本都有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給他五個讚喔 然後我在旁邊寫兩個字 這是長考 不要打阿線啦 我那麼想睡 還替第三節課而已 還行吧 那個立體三啊 還有他的隨堂立體 給他五個讚喔 快點快點 給他五個讚喔 再長考喔 他題目說 以致A B是游離數 畫假 隨堂立體也是 以致A B是游離數 這句話很重要 如果沒有這句話 這個題目 會有問題 我直接帶你做隨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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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兩個題目都一樣 A跟B 是游離數 好 然後滿足3加2 然後再加上2-2b 等於7倍的 然後要求A跟B的指數 這考試參考 我跟你講考試參考 第一件事情啊 導演這個題目要怎麼做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把這個東西怎麼樣 先把它打開啊 open jam open 先把它盛開嘛 再來整理嘛 請問你 3 乘上a 會得到誰 會得到3a喔 然後 2 更號 2 乘 a 所以這邊會加上 2 倍的 更號 2 a 這樣可以嗎 open jam 把它打開嘛 就打開而已嘛 分配率對不對 然後 2 乘上b 所以這邊會加上 2 倍的 b 再來 負 更號 2 乘 b 所以減掉 更號 2 b 不要忘記 等號右邊有個 7 更號 2 我們現在把它搬到左邊 減掉 7 倍的 更號 2 然後等於 0 這樣可以嗎 就是把它打開 然後全部搬到同一邊 然後再開始整理 懂不懂 先把它打開 open 對 把它打開 然後打開之後 請問你 整理的原則是什麼 整理的原則是什麼 有更號的放一起 沒有更號的放一起嘛 請問你 誰沒有更號 3a 沒有更號喔 對不對 他跟誰應該要放一起 他跟這個 2b 應該要放一起吧 他們兩個是沒有更號的嘛 所以你在整理的過程裡面 你一定要注意喔 就是同類型的要擺在一起 同類型的要擺在一起 好 我們看一下喔 所以這個東西喔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 它會變成 3b 變成 3b 感谢观看